自贡 何以成为恐龙之乡? 自贡具有两千年的延业历史和七十年建市史。 一九三九年,民国二十八年,国民政府批准建立自贡市,为四川省最早的省辖市和工业重镇之一,也是中国最早的二十三个建制市之一。 自贡是川南地区第一座一百万城市人口大城市,川南区与中心城市,素以恐龙之乡之称。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地质部第二地质大队科技人员黄建国等人,在四川自贡大山铺的公路旁裸露的岩石层中,意外地发现一处生物化石。 后来经过考证,确认这就是恐龙化石。 从此以后,中国考古专家云集这片丘陵僻壤,从中发现了大片连绵的化石脉,因此认定此地是化石宝库。 一九七七年十月,一具四十吨重的完整的恐龙化石,展现在木凳口袋的人们面前。 两年后,一个石油作业队在附近山坡,乍实修建停车场时,炸出了一幅令人惊心动魄的景象。 恐龙化石重重叠叠堆积一片,世界奇观出现了,一座巨大的恐龙群族殉藏地,重见天日。 经初步发掘,在大山坡出土,恐龙化石三百多箱,恐龙个体两百多个,比较完整的骨架十八具,极其难得的头骨四个。 这些真品引起国内外科学家的浓厚兴趣,他们纷纷前来进行实体研究,希望能解开恐龙生死村王的千古之谜。 从大山坡恐龙化石来看,恐龙并非都是庞然大物,此地当时有长二十米,重四十吨的鼠龙,也有仅长一点四米,高零点七米的鸟脚龙,他们无论大小,都不显得笨重,而且精力旺盛,行动敏捷。 恐龙的智力也比较发达,剑龙类的脑质伤平均值为零点五六,角龙类为零点八左右。 属肉食性的霸王龙和恐爪龙则超过了五,想来是因为他们要朴实素食性恐龙,没有较高的智力是不行的。 尽管恐龙的体温比现代哺乳动物要低些,条纹体质要差些,但他们不冬眠,没有羽毛,活动速度超过每小时四点八千米,所以科学家们认为,他们是热血动物,而不像蛇,蜥一样的冷血动物。 据测算,这些恐龙是在一点六亿年前,就被埋葬在地层里,在缺氧条件下,经泥沙、岩石的固结、冲天、置换等石化作用,而形成现在所见到的化石。 那么,是什么原因使恐龙集体死亡于此呢? 一观点认为,大约在七千万年前的白厄纪末期,地球又发生了一次强烈的地壳活动,四川盆地继续隆起,浅秋开始出现,水窟临结,从海水中隆起的四川盆地,形成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,而自贡地区当时是一个大汇水池,于是恐龙飘集于此,直到死亡。 另一观点是,在白厄纪末期,整个地球发生了广泛性寒冷,日夜温差增大,季节交替出现,习惯热带环境的恐龙不能像蛇、蜥蜴那样进行冻眠,又不能像毛皮动物那样躲进山洞避寒。 因而这些地球霸主们受了大自然的酷寒惩罚。 以上诸论争送不已,更给恐龙死亡之谜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 请你 habil碍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以上诸论予 js ψ submar fö Gust茫上申剃的小型反応划ποι.